今天他們的意見都非常的好 都應該要好好仔細去參考 那那個我們這個皮膏旁邊就有永春高中對不對 永春高中的旁邊就有一個公共汽車的停車場 那那個停車場以前是一個蟑螂場 它是提煉蟑螂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蟑螂初戀了以後再送到這個南門工廠去經免 那可見這個地方在古代這一大片都是蟑螂樹 整個四壽山這一大片都是蟑螂樹 那你現在看到的蟑螂樹幾乎都是我們最後新種的 以前的古老的大樹像一個人環抱 或是甚至兩個人環抱的樹都不見了 那所以我們如果要恢復原來的生態 應該要大量的去種蟑螂樹 把它恢復原來的狀態 那邊會有一個蟑螂場 不是偶然的 這個是第一個我想到的 那當然要兼顧社區上的需要 也許要種一些櫻花比較漂亮的 或是會開花的大梨花什麼 這個也是當然都要兼顧這個需求 但是最根本的 它應該是要恢復原來的生態 另外在這個山上 有開採煤礦過 這個煤礦從這個清化戰爭以後 就清政府也意識到它的需求 所以清化戰爭以後 就成立了廣東造船廠 還成立了南洋艦隊 那這個都需要大量的煤來供應 那所以台灣這邊就開始大量的產煤 那一直到日本統治的年代 因為印度吸引這個戰爭的需要 更是大量的開採 那所以像這個松山一坑 松山一坑就在豹山的山頂上 那邊現在旁邊有一個慈惠宮對不對 那這個松山一坑的主坑 深差不多一公里 那它裡面的枝坑大概有600公尺 那現在它除了坑口還看得見以外 裡面是已經坍塌了 但是我們知道 它這個坑到裡面 還是沒有紮實的 所以這個地層是不穩的 那包括當初挖出來的廢土沒紮 那一定是找一個旁邊比較低挖的地方 比較甚至山溝的地方 就堆滯在那裡了 那現在堆滯在那裡上面可能就長的草 長的小樹 可是事實上它的地層是不穩的 這個都應該要好好的試量 是不穩的 像這個民國90年拉逆颱風 那有的地方就會發生土石流 像前兩天發生這個颱風 如果吹到台北來 因為我不知道會有什麼災情 這個風大雨大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試量的 那除了松山一坑還有松山二坑三坑 松山二坑是在那個北信宮那邊 松山三坑就在慈位堂這邊 那原來開礦的礦坑口 那時候他們都是開礦的人 大概都拜堯慈金母 堯慈金母在道教裡面 五行裡面他是屬金的 那屬金的 他就是管地底下 像金或是玉器梅都在地底下 都鎖金的 所以他們都拜堯慈金母 跟這個地藏王菩薩 所以這種礦坑的 前面都有這樣的廟 那礦坑在民國60年70年以後 就結束了嘛 因為從外國買的梅 比我們自己開採還便宜 因為我們台灣的梅城是斜的 越挖越深 越挖越深 那越深開採的成本就越高 風險就越高 那最後就變得太貴了 太貴了 從那個印尼進口的梅 大概只有我們自己生產的 三分之一的價錢就買到了 那所以那時候政府的立場就是 你只要發生災病 我就把你搬掉 那你開採經濟 所以不符合經濟就關掉這樣子 那就用梅 就用進口的 那接下來就是整個世界的能源就開始改變 就大家廉價的石油就生產出來了 那梅又危險又風險高 那又污染很嚴重 所以就慢慢的 我們現在就都用瓦斯啊 用這個石油啊 那梅就大概 民國79年底 全台灣的梅它都停掉了 但是我剛剛提到就是這種 礦坑裡面的地層是不紮實的 那原來堆砌的 這個廢棄的這個土啊 煤渣啊 那個地層也都是不穩定的 所以 這種是要在考量之內 那另外剛剛也有提到幾種物種 譬如說像這個黑棺馬路啦 貓頭鷹啦 穿三甲 那其實你只要環境營造的正確 這些物種就自然慢慢的會回來的 這個就不需要太擔心了 像那個歐洲那邊 他們會把這個 他們的麥田的附近 就會營造那種讓這個貓頭鷹 會來這邊煮草的一種環境 那一隻貓頭鷹一年大概可以吃 接近一千隻的老鼠啊 那等於說一隻貓頭鷹就保護了一頓的糧食 那但是就是這個環境 如果營造的正確 這些物種包括螢火蟲啊 包括飛鼠啊 那這邊也有台北樹啊 那獨角鷹、敲群蟲一大堆 只要環境正確 這些物種就會慢慢的回來 謝謝 謝謝 剛剛鄭老師提到這件事情 現在要揮霧煤礦大概也不太可能 所以這些資訊的蒐集 對我們來講 我們日後希望在這個公園裡面 那有一些很多的環境解說 包括文史的部分 這個是大家剛剛鄭老師說 說到的這些不管是梅啦 或是以前皮糖的這些故事 未來我們就希望我們 下一代的小朋友也可以知道 所以下午假如 夥伴們 你們可以有一些像的想法 在你們的設計 或是你們的參與工作坊裡面 可以提出來 讓很多很多這種歷史、背景、文化 大部分可以未來在詠春皮 可以看到資料 或是看到一些很重要 以前的那個故事的來源 這是剛剛的提醒 那其實詠春皮大概幾年前還是軍營 軍營現在關大概三年左右 他不是八點 的 我覺得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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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